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继续向下介绍我们这个第二个小项目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个课程内容呢 可能大家接触的比较多 对于一些出席者来说呢 今天讲的内容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主要介绍的内容 好 我们今天主要讲这个耳朵云识别的这个Python录音部分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学习目标 首先了解这个WAV音频文件的这个相关参数 我们需要用这个上传WAV这个音频文件到服务器 让百度识别完了之后把文本返回给我们 然后呢 我们要掌握使用Python的这个PY Audio扩展包 和Wave模块录制音频的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一项内容 WAV音频 这个呢 WAV音频 是这个最原始的这个音频文件的这个记录方式 就像我们Windows那个开机的声音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一下 在C盘里面 它的那个格式就是WAV的音频的 那么为什么它这个启动声音是这个WAV的呢 因为这个WAV呢 你可以直接写到这个声卡里面 就是DAC 声卡相当于DAC嘛 Mac相当于ADC嘛 这个学硬件的同学应该很熟悉这两个东西 那么这个WAV呢 你可以直接写到DAC里面去播放 它出来的直接就是这个像样的这个声音 而这个MP3呢 你播放之前要把它解码 解码成WAV文件 然后再写到DAC里面 就是我们的声卡里面 再去播放 所以呢 Windows启动之前呢 它是没有初始化好这些东西 那么它也不想浪费时间去解码 所以呢 它选择用这个直接播放WAV音频的方式 去来播放这个启动声音 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啊 具体这个Windows系统是怎么实现的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呢 我只了解这个WAV这个音频 它不放的时候呢 很方便 不需要解码 那么速度也是比较快 缺点就是这个不解码 肯定就是它这个原子数据量比较大嘛 所以呢 呃 我们先看一下WAV这个音频 我们所关注的 本节课所关注的这个三个参数 第一个声道数 上一节课 我们讲了过这个百度语音识别 呃 上传支持的这个音频格式 那么声道数是一 就是一个声道 那么平常我们的这个MP3呢 什么左声道右声道 肯定都是两个同时存在的 因为你两个耳机听到 那同时都能听到声音嘛 如果你有耳机听的话 那么现在有一些音频呢 还有什么 这个环绕立体声那个呢 这个我们就不管了 那么一般呢 我们是两个声道 但是我们呃 上传给服务器的这个音频要求是一个声道 呃 采样频率 这个我们上节课也提到过 是8K和16K 那么实际上呢 WAV音频的这个采样频率可以很高 高达44.1K 然后呢 CD音质就是44.1K 16位 呃 这个音质是非常高的 这个MP3达不到这个高音质的要求 它只是压缩了这个音频的这个数据量 那么把这个呃 压缩后的这个MP3文件呢 通过这个解码算法解码出来之后 那个呃 音质啊 就比原来那个CD音质要差得多了 所以呢 音乐发烧友一般是不听MP3的 直接听CD 呃 这个量化位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16位 它是每一次采样 用16位数据代表一次采样的值 也就是说它这个APC位宽是16位的 可以这样理解 然后采样频率就是说我一秒钟采样多少个数据 呃 这三个参数分别是这样的 那么大家要有有所了解 我们后面存储的时候 要按照百度语音能够识别的格式去存储 你不能自己想说 我想提高它的这个音频质量 我就录一个44.1K的 那你上传到服务器 百度是没法识别的 然后这个Python读这个Vive文件 Python呢 它有一个标准的这个Vive模块 它是内置的 呃 不需要自己去安装的 那么读文件呢是很简单的呃 看一下这个代码 第一句啊 Vive.open 打开一个这个文件 然后后面这个RB是 呃 二进制止读模式 我们读文件的时候 一般不要用读写模式去打开文件 这样会容易破坏 一不小心你就把这个原文件给修改了 然后第二行 np等于fp.getnframes 这个是获得文件的这个采样点数量 这个frame就是相当于一帧 那么getnframe就是说 这个文件里边一共有多少帧 它一帧就是指一次采样的这个 呃 一次采样的这个数据 就是一个一次采样的点 也就是说可能是16位 可能是8位 看你在采样深度 然后我下面这两句是我做测试用的 这个你可以呃 在通过这个getsamplewise 就是获取它的这个采样深度 呃 我这里是直接把它打印出来了 你可以通过这个函数 去获取它的这个 呃 采样深度 也可以通过这个getframerate 获取它的这个采样频率 就是说是8K呀 16K呀 还是44K 1K呀 等等等等这些 然后channels呢 就是通道数了 那么是呃 下面这个计算文件长度啊 呃 这个filelance等于呃 nf乘以2 为什么是nf乘以2呢 这个2是相当于是呃 每个采样点两个字节 也就是说16位采样 当你是呃 8位采样的时候 你这个这个地方就不用乘以2了 直接就flance等于nf了 因为你看他这个 呃 文件里边有多少帧数据 一帧数据是两个字节 这样一计算 就是这个文件的长度 然后呢 audio data怎么获得呢 就是这里边的实际的这个 我们感兴趣的这个 除了这些头部描述信息之外 我们感兴趣的数据呢 直接用fp.readframes 就把这个所有帧都读出来了 那么nf是传递给他的那个 帧的数量 直接读相应数量的帧 那么这一个 呃 audio的数据就读出来了 那么相应的这个写文件呢 写文件呢 你肯定要提供给他一个文件名 和文件数据 然后呢 呃 同样的 呃 用vivo.open 打开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打开的时候呢 就用二进制写模式 记住是二进制写模式 然后这样呢 设置一下他的这个 呃 channel 那么我们存储语音 如果你想自己用的话 你可以设计成两通道 但如果你想给百度去识别的话 那么这里channel要设计成一个通道 samplewise这里面呢 呃 写2 2就是两个字节16V 然后呢 frame rate 这个要么就是8000 要么就是16000 就是8K16K 然后呢 把这个数据加进去 就是用一个空字不串 join data 然后写完之后呢 把这个文件关闭 那么他就存储到我们这个硬盘上去了 呃 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项内容啊 使用这个pul audio录音 呃 使用pul audio录音呢 首先要安装这个pul audio 因为它不是python的这个 呃 标准模块 那么很不幸的这个安娜看到中也不包含这个pul audio这个模块 所以我们自己装 但是也装起来也很简单 然后呢 从这个麦克风读取数据 呃 读完数据之后 哦 写入着这个wav文件中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如何进行相应的操作 先从安装开始吧 我们要安装这个pul audio的时候 呃 在这里边 打开这个啊 算了 不在这里 你看着比较乱 呃 在这个64个开放环境这里边啊 我把这个开放环境也上升到网盘 然后呢 我我给出的是这个view文件 可能大家看到这个之后呢 会不知道怎么安装 我这里跟大家演示一遍啊 以后就不再重复了 这个view呢 它是用pipe install 然后直接输入这个文件名字 点回车就可以了啊 这个里边我已经装过了 我也不再重复装了 这个view文件呢 就是这种安装方式 那么跟以前的圆满安装方式不一样 用pipe安装 呃 不用装pipe pipe在安装看到里面也是已经包含了的 已经自带了 所以呢 这个是很方便的事情 然后我们再看 从麦克风读取数据 那么我们新建一个工程 在这个原来的这个MazPiQt里边 新建一个文件夹 新建一个文件夹叫myaudio 就是我的音频 然后在这里边新建一个文件 myaudio record.py 呃 然后我们看一下 呃 刚才我们已经写好了几个几个函数 我们先把需要的这个投文件导入进来 那么首先我们肯定是需要导入vive了 然后我们要导入 这个pyaudio 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用的不光是这一个包 所以呢 我们还得导入其他的相样的这个包 那么 这里边呢 我们不是这样导的 我们是直接从这个pyaudio里边 那么导入我们需要的这个操作 我们需要什么操作呢 呃 我们需要录音 并且要根据这个我们需要的格式设置箱的位数 那么这里呢 代码我已经写好了 我都不在 我都不在这里重复敲了 我直接贴过来了 呃 偷一下蓝 pyaudio 还有pyint16 因为我们要录的是16位深度的 所以呢 把这个复制过来 到我们这个工程里面 好 然后 呃 我们刚才有两个函数 那么在pbt里面有 介绍 就是这个读写 啊 我们这里边呢 只用写 就是python写 wv文件 那么我这里边也不再敲了 直接从我的这个 之前的代码里边 把它复制过来了 好 这个 呃 比较懒 希望大家见谅啊 这个敲台码也是 呃 讲视频的时候 敲台码也是比较浪费时间的 所以我直接就 从我的这个项目里面 直接 coffee出来了 好 我们定义这个函数 定义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我这个缩进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 呃 调一下缩进 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 存文件的那个函数 然后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主体的部分 啊 我们需要从这个 啊 peer audio从这个生卡里面读取数据 那么我们 定义一个 读文件的这个 啊 函数吧 叫my record 然后呢 转递个参数给他 这个参数我用不用再说 那我还是直接从我的代码里面敲了 嗯 这个参数应该是不用的 好 这一段复制过来 这是实力化一个 peer audio的对象 嗯 我们前面导入的这个 peer audio 这个类实力化这个对象 然后呢 实力化完这个对象之后 我继续复制了哈 然后直接跟大家说就好 实力化这个类之后呢 我们从这个生卡开始打开 然后读文件 这个format呢 就是采样深度 那么是这个啊 peer int 16 也就是说两个字节 然后channel是一定要设计成1 这个地方可以设计成2 但是如果是2的话 你这个音频存完之后 百度就没法识别了 然后rate当然是指采样率了 采样率呢 这个地方 呃 呃 我写的是这个frame rate 这里你可以定义一下 frame rate等于 8000 然后input处就是输入嘛 然后frame per buffer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 呃 peer audio使用的这个缓存 它一个缓存能存多少个采样点啊 我们先放成2000个吧 好 然后 然后 这边 这函数也处理一下 我们把一些固定死的量 那么就设置成这个长量 channel是一个通道 然后sample wise 这个 两个字节16位 啊 file name不用管了 然后frame rate 这个是 呃 8000 这个也不用管了 这个刚才已经定义过了 好 那么打开这个呃 生卡之后呢 就获得了一个stream对象 然后我们看接下来怎么操作这个stream对象 直接从里面读 啊 复制就是比较快啊 好 好 临时变量 stream audio data 啊 stream 点 read 读多少呢 一下子就读我们定义的这个2000 就一下读2000个采样点 呃 然后这2000个采样点 呃 复制给这个 呃 stream audio data 那么我们为了 呃 写入文件的时候方便一些 我们还要定义一个 列表 啊 买buffer 这个临时的列表 用来存放这个 合适的这个数据 如果你的画面显得还在这里 20 cartoons 4 5 感谢观看